这一起整个工厂爆炸意外 那目前还在持续的延烧当中 当然这个搜救的行动 还是持续的在进行 有四名消防人员是殉职的 总统蔡英文 她在接见这个十大杰出青年的时候 她也先向这个殉职的警消人员 跟家属来表示哀悼 表示会全力抢救 并且协助伤者 总统说要成立灾害事故调查会 要厘清整起不幸的意外事件 还有责任归属 昨天傍晚屏东科技产业园区 发生了重大事故 事发后的最后期间 我就指示相关单位 全力投入就在屏东县政府 也成立灾害应变指挥中心 启动大量的伤患机制 在陈建仁院长的指挥之下 内政部长林又昌 还有我们微服部的王毕生次长 都已经在昨天晚上立即南下提供协助了 目前救援行动仍在进行当中 非常遗憾的是我们有四位消防人员在救灾中殉职 我要向殉职的同仁和他们的家属调达哀悼之意 我也请相关单位给我们家属最及时的协助 也将尽数召开灾害事故调查会 厘清还原事故的真相 与此同时 我也要请第一线的同仁 务必持续全力救灾 以及协助伤患得到最好的照顾 但是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稍后我也会南下关心我们救援的进度 跟探视慰问 那我也要谢谢所有投入的救灾人员 以及照顾伤患的医护人员 在各自的岗位上提供的最大的协助和支持 屏东囚聚工厂发生大爆炸 现在在立法院进行的是专案报告的备巡 行政员长陈坚仁还第一时间就请 内政部卫福部长立刻南下指挥作证 他还很说他很遗憾 有非常多的消防弟兄还有工厂的员工 不幸受伤死亡 希望家属节哀 也会提供最好的医护照顾 希望可以彻查整起事故原因 让悲剧不要再重演 昨天我在立法院做专案报告背询之后 就发现这个屏东大火的事情 我在第一时点就跟屏东县周春敏县长 把电话联络 并且也指示内政部还有卫福部 一定要全力的来支援 那在昨天晚上 内政部的林佑昌部长 以及卫福部的王毕胜市长 也就即刻南下在第一线来指挥 我们现在最紧急的工作 就是要撲灭现场的火场 然后尽力的抢救 我们也很遗憾 有多位的消防弟兄以及工厂的员工不幸上亡 我们都感到相当的难过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这个家属们能够节哀 然后我们也会提供最好的这个协助 那至于送到医院紧急抢救的这些伤况 我也指示了 这个卫福部务必要提供最好的医护的照顾 我也请内政部要到紧急灭火以后呢 也要来了解这个现场的状况 让同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 状况报告总咨询之后呢 我也会立刻南下 去了解这个现场的状况 我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 也希望 王者安息他的家属能够节哀 然后所有的伤者得到最好的照顾 并且以后不要再发生同样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好 一起来看这最新画面 这是因为屏东工厂昨天发生了爆炸事件 导致有100多名的警消 还有这个工厂的员工 目前是伤亡的状况 而立法院在今天院会开始之前 立法院长游锡坤也率领所有与会的同仁 起立默哀一分钟 向状况交给蔡兵宏告诉我们 这直播继续在带您关心这起重大的伤亡意外 在昨晚呢屏东的高尔夫球场 那发生了爆炸的这个事件 那么造成了102人的伤亡 以及那6人呢 6人目前都还是失踪的状态 那么另外也有三名的永消是不幸的殉职 不过针对于目前这个事件 其实在立法院在今天院会开取之前呢 立法院长游锡坤也率领与会的同仁 一起起立默哀一分钟 那么另外现场的最新救灾 以及救货情况如何 我们来听一下行政院长陈建仁的最新说法 昨天我在立法院做专案报告背询之后 就发现这个屏东大火的事情 我在第一时点就跟屏东县周春敏县长电话联络 并且也指示内政部还有卫福部呢 一定要全力的来支援 那在昨天晚上呢 内政部的林佑昌部长 以及卫福部的这个王毕胜市长呢 也就即刻南下在第一线来指挥 我们现在最紧急的工作 就是要撲灭现场的火场 然后呢尽力的抢救 我们也很遗憾 有多位的消防弟兄 以及工厂的员工呢 不幸上网 我们都感到相当的难过 那我们也希望 能够这个家属们能够节哀 然后我们也会提供最好的这个协助 那至于送到医院 紧急抢救的这一些伤况 我也指示了 这个卫福部呢 务必要提供最好的医护的照顾 我也请内政部呢 要到紧急灭火以后呢 也要来了解这个现场的状况 让同样的事情呢 不要再发生 那我今天在状况报告总执行之后呢 我也会立刻南下 去了解这个现场的状况 我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 也希望亡者安息 他的家属能够节哀 然后所有的伤者得到最好的照顾 并且以后不要再发生 同样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目前昨天晚上 我们王毕胜次长已经下去了 那其实在事件发生之后的话 那紧急医疗网就已经启动 那昨天王毕胜次长下去 也就是再进一步来协助 如果有必要的话 跨区的这个医疗的调度 那这一个部分 以目前的回报来看的话 应该还是足以应付的 好 我们可以听到陈建仁其实也说 他在昨天的时候 就已经马上第一时间了解到现场状况 也打电话了到这个屏东现场 周春敏这边来了解这个状况 那另外在院会咨询结束之后 也会立刻南下来续查 那另外在昨天其实也已经派了 内事部长林又昌 以及这个王毕胜都已经南下了 去了解最新的这个状况 那么另外呢 薛瑞元其实也提到了 目前都已经启动了 跨区的医疗的调度呢 以及这个紧急的医疗网 那目前的话呢 整个医疗的设施 以及这个量呢 是足够应付目前的伤患的 那么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况 把时间镜头交给彭队主播